原本的流水燈的效果感覺比較不是那麼好看 因為它的燈珠原本那一個它有一個定位燈的功能 所以它的燈珠是一顆黃燈一顆白燈一顆黃燈一顆白燈這樣子 所以它黃燈流水的時候間隔比較大 然後後來又發現這個單純黃燈的流水燈 它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就是在買來升級 效果這樣子 也比較亮 然後這一次還有買這個矽膠的套子 它套進去以後可能效果看會不會比較接近人家用買的那一種 不過好像也是蠻明顯的啦 就用看看 先把這個 多的部分先記不掉 因為流水燈方向的關係 然後把我們提起我們的燈這樣子過來 所以它真的限制了 就這樣 用這個提示 拉看看 就像這個粉嗎 也一樣 可以 很快 來 然後 不然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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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滿了 大概這樣 看一下效果 在跑的時候燈珠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一樣用 一樣用 挖槽的方式把它塞進去 就是切出一個摸字型 然後等一下把它撬開 把LED燈條塞進去 所以現在先把這個 稍微修一下 這裡呢 可能切得太外面 有切到原本這個透明的燈殼 目前這邊應該還沒有開 要再修一下 這樣 然後就是想辦法把燈條塞進去 但是因為剛有一些小穴 穴穴 把它吸出來 比之前好 之前的那個 塑膠靴很多 這一次 可能之前用錯了 剛剛才發現有一個這個鋸質 之前是用 磨片 鋸質 的話就是 那個 碎屑比較少 然後 就可以把燈條塞進去 它卡了一個縫 就這樣 開工 這個剛剛有斑斑就有點開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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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